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介紹一下 然後我來跟各位訪問 今天其實很高興 可能關於警察整個中心來主動這個活動 這個活動其實大家如果看今天的課程 已經是犯了相當的衛生主義的perspective 就是能夠把大家一起結合在一起 共同的溝通一些的想法 其實我覺得還蠻落意的 我今天的這個題目 其實主要就是幫大家讀書而已 因為世界衛生主席在去年9月 他們出版了一份很正式的報告 其實世界衛生主席裡面 一直有個單位在負責出一些Agent的議題 它叫Department of Aging and Life course 可是這個部門一直以來 它其實也沒有特別的出版 針對單一的議題可能有一些report 可是它大概第一次針對Agent and Health 一個比較global的感覺 就是比較宏觀 只要去談全球的議題的時候 第一次出的報告 這個報告其實有很多不同的意義 就讀這本書其實還不錯 它當然最後面談到這些健康造物體系 這個其實反而是相對比較critical的事情 比較簡單 但它的裡面性的東西 反而給我們一個更大的一個宏觀的視野 那我想因為大家如果是實務工作者的話 其實在照顧老師上 大家都知道我們非常的複雜 所以我們如果從自己原本的專業的意義 去切入的時候 其實我們看到很多的複雜面 所以我們去處理我們自己最專長的部分 這都是合情合理的作法 但是你常常也覺得 當你在照顧老師中很容易掛陰漏腕 你處理這個另外一個就顧不照 因為它狀況太複雜 所以當裡面同時面對這麼多複雜的議題的時候 你應該用怎樣的思維去切入這個議題 這個反而是一個一直以來最困難的部分 而這個WHO的report 其實就試著來解決這個問題 我覺得它整個我最期待的是 有一些新的概念 然後讓大家未來如何去切入老人相關的 這個健康以及照顧 去公共衛生跟政策制定的一些想法 在這個部分我覺得是非常的拿裸的 那自己說做法其實還好 做法因為它也提到世界各國 狀況都不一樣 做法也沒有辦法同意 但做法其實也under這種 principle 其實在自己的體系之內去做設計跟調整 其實就已經可以了 那一開始就跟大家講說 其實黑群是一個google phenomenon 那這個我們在自己的國家去看 當然其實每個國家看都是黑群 都是一個共同的問題 但是在世界上不同的區域 其實面對的問題還很一樣 整體來講的話 全世界現在來說老闆最快的區域就是東亞 那東亞的人口的快速老闆的速度非常非常快 然後這個快之外還帶著人口基數很大 那像目前大概最快的國家就是日本、台灣跟韓國 那扣掉這三個國家就要接下來第二波亞洲的老化 第二波就是中的大陸跟泰國 第三波就是印尼、菲律賓其他類國家 那這些國家的人口大概都是用E起跳的 所以你只要一個percent就是一台灣 然後這個整個區域加起來 然後大陸就是十三、十四億的人口 一個percent就是一千死來吧 所以 十五percent 十五percent就一千死來吧 所以其實這件事情 它的人口的快速老 它這家人口的基數很大 那這樣子的 在未來的十幾二十年之間 整個世界的流行病學 一些疾病的 一些照顧的問題等等 全部會往亞洲移動 那最好的例子就是 曾經這個 國際上在組織一個叫做這個老人的 寬關節骨折的一個聯盟 然後他們就希望我幫他們多一見亞洲的專家 那最主要的理由 他們算了一下說到2050年的時候 全世界的寬關節骨折 會有一半都發生在亞洲 人口基礎太大 所以亞洲人的這個治療的方式 會影響普通世界的 其實未來的改變 其實除了快速之外 其實還有虛性的問題 其實非洲也是老化速度很快 可是非洲的問題又大不相反 非洲的問題是因為內戰 因為那個血鑽石 HIV 所以他們使得中生代的這個 年輕人這一段是大量的遊戲 他們的人口只剩下老人類小孩 所以那是一個另外的抵抵的異學 但是在全球來講 黑群都是一個共同的挑戰 所以大家可以知道越來越快 那這個在WHO這份旅貨裡面 其實就是用顏色深淺來看看說 現在2015年到未來的2050年 越深的就是人口越老的地方 那當然其實大家看到就是 絕大多數你想像的到現在的經濟發展 比較先進的國家 大概東亞啦 北歐啦 西歐都進來 北美 可是比較特別大家看 美國其實 它的人口金字塔在未來的幾十年 都可以維持得不錯 因為美國本身就是一個移民社會 因為它透過它歡迎非常多的這個中產的移民 其實會去改變 去維持他們的人口的金字塔 那這也是很多其他國家的挑戰 那這個移民政策也是全世界去修正 他們的人口結構一個很重要的方法 所以新加坡在過去的十年之間 他們的人口增加了三分之一 從三百多萬變成四百多萬 他們也是移民政策的開放 他們在一個小的地方的國家 他趕讓他的人口在十年前增加三分之一 那解決了一個問題 因為早年我們談新加坡的時候 也是人口老化非常快速的國家 可是我們最近不太談新加坡 新加坡的老人人口還是很多 可是他們把中間這一群 透過移民政策解決的之後 他們國家的老人一看起來就變得嚴重 而且他們國家負擔的能力也提升了 所以這是一個共同的問題 但是台日韓東亞這些國家 我們普遍都是移民非常保守的國家 所以我們想要透過移民去解決 就有點難度 舉個例子來講 2014年年底的時候 澳洲他們是全世界目前對移民最開放的國家 他們當年移入的人口是總人口出了百分之三 就相較來講說台灣的兩千三百萬人 然後移入了六十九萬人 台灣在當年度的時候 台灣移入的人口是四千五百年 大概佔總人口是百分之0.2 所以我們本來就是一個移民比較保守的國家 所以日本也一樣 韓國也一樣 所以我們當然很難走 像美國可以一直維持著很好的人口 其實是哪個問題 所以我們就會衍生出非常多 在這種快速高齡化的趨勢之下的一些挑戰 我們在談老人的時候 除了知道那個數量之外 其實他在這個裏迫裡面有很大一部分 在跟大家強調老人的健康特質是什麼 因為我們過去的教育跟訓練的時候 其實我們很少單獨把老人的特質拿出來教 我們在這個醫事領域相關的這個教育當中 我們教導的是器官 教導的是疾病 但其實疾病是同一個疾病在不同年齡層的特性 其實在我們的這個教育上面也很少去琢磨 我們是以疾病為導向去切入 可是舒芝其實在年齡層的他健康特質非常的不同 同一個疾病在不同年齡層裡面有不同年齡 更何況這一個人往往身上就帶著三個病 我們的教育當中其實對於單一一個疾病 從這個生理病理診斷教我們非常多的事情 教得非常細 可是學校老師從來沒有教過我們一個人 有三個病五個病的時候同時要怎麼處理 這個是學校從來不教的 那有一個很大的缺陷是很多時候老師自己不知道怎麼教 因為老師自己受教育的時候也不是這樣子 所以這是一個很大的困難 面對年長者的時候你沒有辦法去同時處理過重疾病 那這個理貨是在他就整理一下說 其實老年人的那個健康的問題 比我們想像的其實更複雜 大家看到這些顏色花花月綠的 他那個基本上就是講說他在這個不同的 不同的就是他們一個世代的不同世代的追蹤 他去看不同年齡層的人 他們的身體活動功能怎麼樣 我們談老話的時候我們談的都是功能 有人發現說當比較年輕的時候 二十來歲的時候 其實大家的那個範圍相差不會太大 就不管你現在叫做好或叫做不好 其實你基本上那個基數相差很大 二三十歲的時候就是大家健康狀況 或許有所不一 但是基本上很接近 那隨著你的年齡越來越高 你可以理解你的整個健康狀況是要往下降 但是最重要的是看這個上下這兩條線 上下這兩條線就是一個你整個健康狀況的那個範圍 你會發現說你在年輕的時候 當然不僅健康狀況好而且很理智 但是隨著你年紀越大 除了整體的健康狀況下降 那個差異性拉得非常大 所以你會發現有八九十歲的人健康的不像好 非常非常健康 可是也有非常不好 所以那個差異性在年長者非常大 那這個事情對於我們做服務提供者是一個大挑戰 我今天的醫療體系或是照顧體系 針對年輕人 它基本上它的樣態非常的接近 我一個服務模式大概可以去因應年輕人 可是因為年長者的變異性太大了 我同一個服務模式很難去cover到全面的年長者 也就使得你的服務本身的那個多樣性 跟可變性要提高 這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因為我們習慣做標準化流程 我們習慣做SOP 可是老人很難用SOP去輸入 因為它變異性太大了 而且我們就看到說其實我們去回顧這個世界 另外因為SWHO 它非常強調那個不同經濟體之間 經濟狀況對於健康的影響 可是這個對於同一個國家 即便是同一個國家 也有類似的一個情報 這個健康狀況的變化 其實我們發現說 隨著我們知道說 隨著年紀越漲 健康狀況變差 但差異度拉大 另外一個差異度的來源 來自於經濟 他有發現說其實假設說 上面這條線是我們的這個平均餘命 下面這條線是說我們健康的餘命 就是中間有一段是不健康被照顧的 大家可以理解 可是他發現說 當你的經濟狀況 越差的這一群平均餘命 跟這個失能的時間就越長 然後而且你健康的壽命時間越短 所以那你經濟越好 它就會越好 這個我們已經略略知道 可是比較特殊的是在非常好的這一局 你看他即便在很年長的時候 他的健康已經還有一個往上翹的趨勢 它不是線性的 也就是說在經濟很好 很有能力去處理這些 自己的健康問題的時候 或是整個體系面的時候 它不僅僅餘命可以延長 它連失能都可以壓縮得更好 所以這個一定跟整體的財務狀況有關 那這個當然在WCO的比較常常是講國家 可是在國內 其實在這邊報告當中 也有特別去強調這一點 就是說 這些事情在國內 在一個單獨的國家之內 也是會發生的 尤其是 他有特別提出一個警告 尤其是經濟發展越好的國家 往往會很容易用天龍國的思維 去思考全國的 那你會覺得說 因為大家在這裡 你會覺得大家都很健康 覺得老年都很健康 所以很多事情就變得你不用做了 你會認為那個不太需要做 或是比例很低 可是你忽略說 在你國內其實有一群經濟不好的人 它是處於相當弱勢的 所以你的系統在設計上面的時候 你是呼應你國家的整體狀況 但是你國家狀況在病好的時候 你會不由自主的把這邊移動 可是你就會忽略你的國內 還有一群人是弱勢的 所以在一個特別是經濟發展好的國家 除了發展好的知識照護體系 跟因應你國家的人口結構 跟健康狀況的一個照護體系之外 不要忘記國家永遠有一群弱勢的人 他們在健康跟照護上面都是特別弱勢 必須要有一個特別的一個發展 剛剛講的那個人是講說 我們講的健康狀況是不同的 民間程序企業 現在很留意 所以你為什麼當WHO的那個部門 叫做aging life course 它很強調人的這個持續性的變化 這個持續性的這個life course 它就分析說 其實如果有你的功能狀況 我們在這裡談人的健康 老人的健康都是在談功能 這是一個很大的不同點 在談老人議題的時候 當然功能好與不好 一定會受到疾病的影響 可是你overall最後去表現出來的健康狀況 是用功能在表現的 所以我們在這裡談的 都是談你最後的真理表現 所以在WHO整個女後 你談的都是功能 很少跟你談談你疾病 它就是說其實人在面對老化的時候 你可能有三種pattern在走你的功能的地方 第一種人就是這個A 你一直都維持得很好 然後突然間要經濟死亡的時候就走了 那這個是最好的 這是大家目前最向往的 就是你活得好 活得長 然後又死得壞 接近死亡 就是死亡的過程非常的短 這個現代人大概 就我看了一整很多的病人 老人家來看病拿起來 就會講說希望以後不要拖累子女啊 對不對 大家都會有這個擔心自己失能 需要被照顧的時候 對家庭跟對自己的負擔 所以大家都很期待可以像A這樣 這是一個很強的目標 所以平常多數人不會走A這條路 可能會走這個B或C 像B是說你其實基本上健康 可是你因為某一個事件可能生病 一個大的疾病或是一個大的外傷 創傷之後你的狀況掉下來 掉下來之後你或許復原了之後 你就沒有辦法回到跟原來一模一樣 可是你至少有比較回來 那就過著狀況稍微差一點點的狀態在過日子 但是這裡面還有一個轉折點 就像我們今天會特別有一個報告在談這個中期照顧 當我生了一場大病功能下降 我有沒有一個好的Service 把你的功能boost回來 如果你可以把它boost回來 你可能把它拉回來這條線 它都可以回到原來的路 但如果說你沒有你的支持性更差 包括社會資源家庭資源都更差的時候 你可能從這個點直接往下掉 所以這是一個轉折點 另外還有一群人就是他本來的狀況就不好 而且他可能社會知識體系 原來的狀況跟醫療的狀況都不好 所以他是一路一直往下走 那一樣在面對這個轉折點的時候 你有機會透過一些好的服務 稍微把它拉上來 但是他也可能沒辦法就直接走下去 所以人在分析我們面對老化的時候 其實比較關鍵的反而是這個轉折點的出現 就是你如果好好的正常的過日子 沒有出現什麼大的狀況 其實或許生活上的感受沒有什麼太大的差異 最大的差異在於說 你出現一個狀況 生一場大病或是手術或是創傷之後 你如何從那個event 回復 能恢復跟不能恢復後面的人生就都變得不一樣 那整個這份report 裡面一直繞著一個新的名詞 我們一開始看其實看得非常困惑 一個新的名詞講得非常的哲學性 就是他照著一個名詞叫做 intrinsic capacity 那我先講一下他的定義 就是說先講Healthy Age的定義 健康老化 因為我們現在在談老化 大家可能都聽過健康老化 然後成功老化 活躍老化對不對 這三個意義各不相同 健康老化談的比較是個人 然後個人如何維持健康 成功老化是美國人提的 因為美國人一向不太參與WHO 這個物理 就美國人一向他有自己的公共衛生政策 跟WHO不一定理智 所以美國人提出來是一個叫健康老化的概念 他認為除了你個人健康之外 功能維持健康 他多加了一個成分是要參與社會 健康的目的是為了要參與社會 不是為了共在家裡 那WHO是歐盟 他們又提了一個新的名詞叫 國月老化 國月老化把層次他的分高 他要整個國家社會層級 當我變得健康我也願意參與社會 國家社會要怎麼樣賞獲 我們的民眾往這個方向走 所以我的馬路不能修得坑坑坑 我們就說我們要防跌 結果造成跌倒的最大原因是 政府的馬路修得不好 所以這個是一個政府的一個政策 然後照明活動公圈 我們一直叫大家去運動 結果政府就是把房子蓋得密密麻麻 連去運動的地方都沒有 所以這個是一個國月老化的產品 這三個不同 這個報告裡面照著都在談健康的議題 所以它叫Will Report on Aging and Health 所以它先把健康老化做一個新的定律 我覺得這定律顯得非常非常好 第一個他說健康老化是什麼 Healthy Aging是一個process 所以它談的不是一件事情 不是一個點 是一個持續性的過程 這個過程是在做什麼 是在develop跟maintain functional ability 我還在有增加的機會 可能我在老化過在我成長發育的過程 然後我要想大一點去提升我的功能 然後當我提升到一個頂點的時候 我們年紀老化的時候 它可能會有下降 要盡量把它維持住 讓我的功能盡量不退化 那你會說我做這件事情的目的是什麼 是為了晚年的will be 我晚年才會幸福快樂 所以我們做這件事情的目的很單純 我在我的人生的過程 不管從幾歲當起點 20歲 30歲 40歲 5歲 我的起點我都應該要一直關心 自己的生活跟健康目的 去維持最大的身心功能 而這個最大的身心功能 可以確保你到晚年的時候 是幸福快樂的 好 那可是要達到這件事情 也要有些做法 所以他會學會在這份禮貌裡面 他propose了一個新的想法 就是你如何去詮釋這個部分 這個裡面就講得很玄 非常的哲學 可是其實很有道理 就是說你把人 他是先從這邊開始講解 說你人的健康是什麼 我們描述一個人 其實這個跟我過去在幾年 當中一直講的研究的方向 有點類似 你看我們醫療或是健康體系 我們最擅長的是什麼 我們最擅長去預測 你怎麼樣會變不好 比如說一個人高血壓容易死掉 糖尿病容易死掉 容易失能容易什麼 然後我們做的預測模型往往都是 你今天得了這個之後 然後幾年後會怎樣 我們都是預設不好的對不對 可是這樣我們在談老化的時候 其實WHO在這裡面 已經要告訴大家一個不同的觀念 因為我們那種傳統的模式 把老化視為一個負向的指標 老都是失去 這個是一個不好的觀點 所以WHO在這裡面 我們一直嘗試要告訴大家說老還有正向 就像我們在談失能一樣 我們跟哪一個長輩一樣 你要去跟他focus他失去的 還是要跟他強調他擁有 而且可以繼續強化的人 你應該要去看的是他 他仍然擁有 而且可以持續強化的那個部分 而不是眼睛一直看著失去什麼 所以把這個觀點放回來 問問衛生跟談這個老化有健康的時候 他就會改變你的思維 如果我們只用疾病跟失能去數老人 跟他老人的結論就是多重疾病 身心失能 可是我們要去數他還有多少的能力 他可以做什麼 他可以做什麼 這個是會去顛覆一項傳統對老人的思維 因為這個會改變你什麼後面的想法 所以如果從這個角度去看 那一個人的健康是什麼東西組成的 我們就會覺得說 你會覺得說你跟隔壁家的老王 是老王不是小王 隔壁家的老王有什麼不同 就是好像大家都在流感 那為什麼你會得流感犯罪的人 可能他有打疫苗你沒打 可是你假設大家都沒打 為什麼他們會打 就是你會為什麼人生都會覺得 這個人好像身體比較好 這個人抵抗你比較好 這個人什麼比較好 我覺得大家有一些差異 而且這種差異你今天沒辦法感受 你去問醫生說 醫生這個人老王是不是免疫比我好 怎麼撤 撤不出來 我們撤不出來 但是這件事情是存在的 改變上是存在的 所以他就去描述說 一個人組成你的健康 他有三件事情 你自己的部分 第一部分是你先天的記憶 再一部分 第二部分是你在成長發育過程當中 一些健康跟疾病的行為的表徵 你可能因為你的lifestyle不好 所以你的糖尿病提早發病 你可能怎麼樣 所以你就帶著一些健康上面的一些特質 最外面有一層是你個人的人格特質 你就是那種毀滅性的人格 心情不好就喜歡去飆車 喝酒的 那你就當然健康風景就高 那是人格特質的 所以一個人最後的健康表現 其實是這些東西組成的 他把這些東西稱之為intrinsic capacity 就是一個內在的健康的力量 那國內有另外的這個 這個團體有一個基金偉 他們把這個力量稱之為自育力 叫那美國人的說法叫做spontaneous healing power 可是這個名詞 其實你如果去回想大概兩千多年前的時候 那個希波克拉基斯 他其實有講過一個 不過那個他是希臘文就翻拉賓文 然後希臘文翻拉賓文在翻英文的寫法 叫做healing power of nature 就是他兩千多年就他當時提的觀念是說 當然那時候醫藥跟現在不一樣 他是說其實醫生的角色在疾病的過程當中 不是那麼可以覺得 所以他自己是叫做醫學支付 他觀察到說很多人的病會保持自己害的 醫生是提供一個supportive的environment 你讓他維持很好的狀況是要去復原 醫生是在promote你自己的復原過程 就是他兩天都有點不一樣 當然現在不一樣 比如說現在感染症 比較嚴重的感染症 你不要用抗生素來刺激不會復原 所以當然狀況變了 可是你會發現說即便現在這個時代 你去用抗生素也是有人可以復原 有人不能復原 所以這個內生的健康的力量的指上是存在的 只是很難定義 但是WHO他們自己 kick off的一個international study 叫做SAGE WHO的study on aging 然後他在幾個不同的國家做 他就用八大面向的健康指標 試著去測量這個intrinsic capacity 這個是一個很大的breakthrough 這樣子描述健康的 我們過去都習慣用副項指標去描述這個人的健康 你有沒有抽菸 你有沒有喝酒 你有沒有高血 你有沒有糖尿病 你有沒有肥胖 我們是用這個 我們以前是用扣分的方式 在描述一個人的健康 可是這個intrinsic capacity 的概念是用加分的方式 在描述一個人的健康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 這個含老化一個比較大觀點的差異 這個是整份report一直貫穿下來的 那你自己的intrinsic capacity 你再加上這個 你個人如果內在的這個狀況 每次我的身體 我可能有我很好發育的過程 我的功能 我的內在的健康表現在外 是我的功能的表現能力 我們可以看到的phenol time 是活動能力 我看不到內在內外 我看到是活動能力 是我的整體的功能狀況 那當然一定會被你的內在 那個健康的力量去牽引 然後還有一個影響就是環境 我們剛剛有功能在 你忙碌路修得分分巴巴的 那也不是我的問題 所以人的整體的最後表現是 內在環境再加上功能的一個中整 從這個架構下去談的話 WHO提出了一些新的概念 他說人在老化的時候 你的表現型 你的final type 你看到是futional ability的主線下降 但是其實你內在的intrinsic capacity 到你很老的時候下降更快 它這裡面用的橫軸 是用biological age 是用生物年齡 不是用日曆年齡 因為這個intrinsic capacity的下降 其實就代表人的真正的年齡是什麼 而不是你的身分證年齡 所以你真正的年齡 其實表現的是你這個intrinsic capacity的下降 特別是到老的時候是一個快速下降的過程 也就因此 我們在公共衛生的策略上面 就要留所不同 我們過去講的公共衛生的三道母級 在講的是疾病防治的三道母級 所以它現在purposed的新架構的三道母級 是以功能為主體 以intrinsic capacity為主體的三道母級 所以我們當你念這個老化的時候 你可能你就有不同的這個等級 你在三個地方 你說這是health service 我們提供服務的你要做什麼 然後在long-term care 什麼時候用到long-term care 環境 所以你就看到說 當你還很年輕 功能很好的時候 intrinsic capacity也很好的時候 這個時候我們就要預防 我們就要做疾病防治 我們就要預防那些不好的事情發生 它一旦發生就會影響你的intrinsic capacity 可是這個的重要性越老越小 這個是我常常在跟國民健康主講的 我們做三高防治非常重要 但是它的最重要的對象是中年人 當你的病人對象也是80歲的時候 你還要做三高防治 本身是一個很奇怪的工作 因為它的三高能不影響它的生活 我們的壽命 所以我們的疾病防治也要有life course 這個approach 所以我們過去的思維都用疾病為切入做 完全不思考病 所以慢性病的防治最重要在中年級 年輕的時候你要盡量防治它 隨著年紀越大該發病的發病了 或是你的功能變不好 其他事情都已經發生了 重量性就是遞減 然後到了你中年的時候 你的這個capacity開始 decline的時候 你就要去推動一些提升或是減緩退化的事情 比如說運動 比如說好的營養 比如說很多的這個健康促進的作文 那這個時候目標不全然只是為了預防哪一個病 而是一個整體性的 那到了晚年 我可能必須要去manage 比較advanced的chronic condition 晚年的時候可能很多該發病也發了 不好治也發了 但是這個時候我們就希望去optimize 它那個level 讓它盡量不要快速的這個往下降 那wanturn care就會出現在中晚年這一段 而且wanturn care從一開始還是 不是真的提供service 它的起點是提供supported environment 我只要改變 這是ICF的觀念 我只要改變environment 這個人就沒有disability 我最常舉的那個例子 就是上一屆奧運的時候 那個跑白米的那個南非那個 有一個端號選手對不對 你看他physical 你是不是所謂的身障者 是嗎 他狀態人的意志 可是如果我們以performance 以跑百米的速度來judge 誰是你身障者 我 我跑兩岸 對吧 所以你performance 你environment改變之後 人的disability不一定永遠是disability 他可能就可以不是disability了 所以我們在講long-term care的起點 其實是從supported environment開始 到最後才提供personal assistance 那environment當然就更早 像這個是講說已經出現 function開始出現 impairment的時候 你從年輕的時候 政府就應該提供很好的environment 所以馬路要修好 運動優勁要有啊 什麼事情 要鼓勵人民去做健康促進的事情 要人民有好的營養 好的運動 大家去做健康的事情 包括爸爸等等 這都是從環境上面去指 所以我們在談老化 是從65歲才開始談老的 我們可能中年期二三十歲還太早 那至少40歲50歲是一個很重要的起點 我們在這個時間開始談所有相關 有關未來老的事情 所以WHO一直談是說 我們希望我們不是只有增加你區域 我們希望把要增加你的health 要增加你的健康域 所以它這裡面有幾個 全世界的長期觀察性研究 他說第一個看起來 過去20年的研究已經告訴我們說 我們想要去壓縮疾病 我們已經講說 以前有個疾病壓縮一個 那個證明是failure 慢性病一直在擴大 無法被壓縮 這個被failure 可是當它的目標轉向 好吧 那你就帶著慢性病過程制好了 失能能不能減少 如果每天三五個病 然後帶幾個慢性病的人 可是我每天一樣 這個是不是變為一個合理的健康目標 然後當你定這為目標的時候 我們就要問說 那失能有沒有可能被壓縮 在過去的理論上看起來是可以的 在幾個實證上也可以的 但是WHO它中整的更多分的報告 它稍微把那個論關拉回來一點點 它說我們severe的disability是減少的 可是mile的disability 好像還沒看到明顯的減少 那或許是我們起始的點比較慢吧 我們起始的點都是到比較嚴重的disability 所以我們比如說像我們今天要講那個中期招呼 PACE也是focus比較 即興即興的比較severe的disability 我們有沒有再更早去prevent functional decline 就是讓它功能最好都不要掉下來 就不要進入室 所以prevent early的disability這一段 目前看起來世界上還做得不夠的 那所以它就反正就講說 那這件事情你要提升健康的疑慮 大概沒幾個太複雜的題目 第一個就是要好的運動跟好的營養 這個是放出四海接準 這兩件事情是永遠不變的 運動跟營養 但是有些慢性病的早期的預防 跟支持性的環境也很重要 所以這四件事情是可以讓你達成 有健康移民的時候 那全世界我們看到說不分男女 這個平均移民一直在上升 因為是日本的女性上升的量下 日本的女性平均移民86歲 所以男生也過80歲 這個是世界上最長壽的國家 可是我們去分析 每一個國家他在最後人生鬼巴的時候 是什麼病把你帶走的時候 其實你覺得不同國家狀況不一樣 這個是OECD國家 看到這個死亡的人的百分比 絕大通宿人的死亡都在非常高齡的時候 這個是世界會組織另外在提的一個議題 他希望可以prevent 所謂premature mortality 30歲到70歲的死亡率 希望可以壓縮 常理來講 假如大家都很follow 公共衛生的健康移民這些事情 疾病治療這些過程 不太有理由 阻礙意外事件 不太有理由在30到70歲的時候死亡 OECD的high income國家 這個是low income國家很明確 他死亡風險最高的居然是在犧牲 而且那個疾病類也不太相同 OECD國家其實慢慢的 你會發現說這個癌症 癌症有一個peak age 到了很晚年8、90歲的時候 癌症其實沒有那麼多了 就是發病的peak age不在那個時候 吸血管疾病會有擴大 然後呼吸道的疾病 跟一些跌倒所造成的損傷 或者是一些其他的慢性病 那這個非OECD的國家 比較特別是他的 你看他這邊 OECD國家那個 新血管疾病的那個gap慢慢在拉小 因為大家對新疾病 我們自己做了很久 可是非OECD的high income的國家 看起來新血管還在擴大 不知道大家看到這裡有關什麼conflation 我自己一直有什麼叫做 非OECD的high income國家 我就去認證的查來一下 他是那個世界銀行的分類 這是什麼國家 簡單說就是土豪的國家 就是近年來經濟成長很快 可是沒有進入OECD OECD被認為是一群 社會制度、經濟制度 比較穩定的一個組織 那些土豪型的國家包括什麼 俄羅斯、阿根廷、沙烏地阿拉伯 還有台灣 台灣沒有進入OECD 可能不是土豪的關係 可能是因為我們不能 我們就是進不去 但是台灣在歸類、歸類、歸類 在high income 讓OECD國家 可是這一群的人口最大眾是俄羅斯 所以其實這看起來都是在講俄羅斯 俄羅斯因為經濟成長太快 所以整個生活的西化、健康、行為 不好就是新循環的疾病一直在破搭 這是所謂土豪型的國家 但是對於其他的國家來講的話 對於是low income的國家 其實新生的首先跟傳染病 還是一個大眾 但是這個事情給我們就要想一想說 那我們自己在老化的位置 其實面對到的疾病跟可能造成的負擔 它其實有一些個體上的差異 不太相同 在即便是同一個國家內 經濟狀況不一樣的人 其實面臨的問題也不太相同 好 那到底老化的時候 我們剛剛講說失能這件事情 不太有完全被壓縮 這就是從這個report來講 它就比較了幾個不同的大型的長期的追蹤研究 他就發現說 以這個主要的ADL ADL是比較major的disability 就是這個吃 今天後來應該都知道ADL是什麼 沒有沒有沒有講 ADL的這個impairment 確實隨著不同的世代 我們看到下降的趨勢 可是IADL沒有 所以IADL的這個impairment 已經過了幾十年 現在好像沒有什麼轉變 所以我們的prevention可能要 我們至少在ADL 我們的disability prevention 已經做的有一些成效 但是在更早期 所以顯然我們在面對一個健康的老化 如果我們要推得更早期 我們可能要在中年就開始做事情 好 那這個如果把它轉換成 intrinsing capacity 那這幾個 因為這幾個就是WHO LAUNCH 這個Sage study的國家 主要都是開發中國家 所以它以開發中國家 大家這邊去看 去測量它的intrinsing capacity 不管是哪一個國家 你看它的趨勢都一樣 隨著老化一直下降 跟我們想像是一樣 可是有個地方 也跟我們一開始的Sage是一樣 你有沒有發現到了八、九十歲之後 這個range好大的 所以這些人是老天爺選出來的 比較長壽的人 它的特質很不一樣 所以當你可以活到九十歲、一百歲 就這一群人 它的特質落差非常非常大 我們每次在跟媒體做那個 全國長壽村的調查 我們其實真正公布的 都不是最長壽的地方 大家可能台灣最長壽 百歲的人對比例最高 什麼你知道在哪裡 大蘭區跟中正區 這個沒有輔頭 對長壽村的想像 那其實就是因為經濟狀況好 教育程度高 醫療資源很便捷 可是那個不是我們想要去picture 那時候專門想好 所以我們都會把這個先拿掉 但是你會知道說 你從這個圖表來看東西 當你到年齡比較大的時候 這一群人可能有一個Sage會有Fan 老天爺選擇不好的人之前就走掉 他這一群人真的狀況可以差異很大 他可以很健康很健康 所以我自己的門擠也是 我自己有一天的門擠 有四個百歲的人可以來看病 這四個裡面有紅豆亂跳進來的 有推的輪椅進來的 但都是百歲的人會 他差異可以很大 所以這個也是我們提供服務上一個 要去顧慮到的一個面向 你把它轉換成異形的話 就是這樣子 就是剛剛的點把它換成線 然後男女 反正就是看到 基本上是一個主婦相 可是這樣 90歲以上這一群 它有一個picture往上 這差不多這樣 然後你把它再依照 那個經濟狀況區分 確實經濟狀況比較好的 也確實可能從小開始 他的領權性capacit 就會被建立的比較好 可是烏克後非 都在90歲左右這一群中 差異變化非常非常簡單 所以這是提醒大家一件事情 老化固然是一個 整體性功能逐漸下降的過程 經濟狀況會影響你的 這個健康的表現 還有一個 90歲以上 八九歲以上這一群人 差異性非常大 很難用同一個system去cover 或是你設計這個system 之後就要去兼顧他的部隊 整體的健康來講 你看到說其實都是這樣 依照經濟狀況區分 那同理可證 你看這個high income 當OECD國家 他的健康狀況其實沒有利 其實不是很好 比起那個middle income的國家 沒有比較好 但是這個裏頭上特別有寫 這是被俄羅斯的數字所拉下來的 因為這一群就沒有幾個國家 只能講的就是俄羅斯 如果我們再講說以ADL來講 確實在過去 這個所謂的 這兩個不同的大的study 藍色的是這個 sharestudy sharestudy是WHO 針對歐洲理開放管家 OECD國家 所做的健康的產品最重要產 SAGE是針對開發中國家的 所以他用紅的這個來做比較 我們看到是確實在ADL的 這個 這場是有任何一項ADL的impairment 確實是比例在OECD國家真的會比較低 所以他們整體的國家的國民的健康 高齡者的健康的話 在失能的狀況是明顯比較少 那比較淺的顏色是75歲以上 那年紀大會增加 可是你會發現說OECD國家都非常一致 只要是開發中國家確實是真的不太好 那如果說我們以這個IADL來講 因為IADL它就沒有去做開發中國家 它是用過去share的結果 我覺得看到說其實還是有一點差別 但是普遍來講 也是有些國家還是特別高 有些國家就做得很好 做得很好 大概都是 把大家搶到那幾個國家 什麼瑞士、北歐、荷蘭 就這幾個國家 大家常去觀察我們那幾個國家 就是你看過空電視那個 活躍老化 跟芬蘭那個老太太快幫他算 可以翻更多的 就是 可是國家策略有不同 他們國家花了 他們把錢 他們是稅收制的國家 把它分到地方之後 地方大概先撥 好像3%、5% 先撥出來就是做健康主席 做老人的運動 然後就蓋運動中心 聘很多小鮮肉的channel 小鮮肉是來channel老太太 好 讓大家來做很好的運動 去提升整體的健康狀況 那WHA也提到說影響Health Education 有三個大的市場 第一個是 你日常的活動量 運動量夠不夠 那就稍微分析一下 多數世界的國家 確實也差異蠻大的 而且整體上 隨著我們的想法 好像我們印象中 做得比較好的那幾個國家 確實都是比較有在運動 他們不運動的人比較少 確實是也有比較好的運動習慣 那另外一個是營養 那營養他們有特別的度表 就用其他的度表來替代說 其實營養狀況對於老人 影響也很大 營養是你平常看不出問題 但是就經不起生病 就這樣 營養不了人 平常看起來很還好 但是他一旦生病的時候 死亡率高 病房症高 或許失能力 問題就高 就會 我們剛剛在講這個 trajectory 時候的一樣 可是他發生了一個 major event 的時候 營養不好的人 就比較難為Color 所以這是要平常去build out 他的營養的 那可是我們普遍來講 大家營養素缺緩的 也有蠻多的 所以這是另外的意義 還有第三個因素 他說這個是environment situation 那裡面特別是 在那個emergency condition發生的時候 他舉那個 日本311地震做的例子 他說311地震的時候 其實在整個大的日本 東北地區 他的老年能夠大概23% 可是最終死於這個地震的人當中 有56%都是老人 也就是說這一群老人 他比較vorenable 他沒有辦法 他從這個一個major的 environment的這個 event的發生之後 他存活下來機率比較低 他比較vorenable 他為什麼會比較vorenable 因為這些因素 使得他比較vorenable 他可能平常銀行都不好 他可能接受 healthcare service的狀況 可能不一致 他可能本來就有些慢性命 他可能視力不好 聽力不好 行動力不好 很熱的不好 平常好好的狀況之下 過日子都沒事 但是只要有個stress 有個event發生 他就怎麼掉下去了 這是一個 整個從environment來講 對老人的一個挑戰 所以healthsystem 應該要做什麼事 前面那些基本的講 後面剩10分鐘 要趕快講一下我們的healthsystem WHO這裡面 在前面一開始講healthsystem 先講的第一件事情 讓大家還蠻挫折的 他說全世界講起來 對於老人的健康服務 都做得不好 不好有幾個原因 他說第一個 因為這一群人通常很複雜 老人需要的健康的照顧的 健康和相關照顧的內容 都很複雜 而且都很長期 我們現在開醫院做醫療 我們做即興醫療 很習慣就是短期的short encounter 我們在講出要縮短期的 可是老人有點都是長期的 很少有短期的 所以那不是我們的專長去處理 複雜又長期的問題 而且這個狀況 老人這個狀況又幾起伏伏 時好時壞 然後 所以在historical來講 在大家平常醫療體系 或是照顧體系發展來講 就很難特別把它拉到 保養體最高的 在過去的發展歷史上 就我們過去發展 專科醫療 這個什麼快速的 這個便捷的SOP 那種狀況 都是針對單一狀況 很少針對複雜狀況的老人 去頂尾有所謂SOP 也很難做 所以往往在high income的國家 他過去比較多老人 可是他的照顧體系都很focus 專科疾病跟很片段的醫療 所以老人沒有照顧好 low income的國家什麼都沒有了 老人也沒有 就是整體性的不好 所以說歐勒講起來 不管high income low income 其實都做得不算好 所以他去做一個例子 他說其實high income國家 low income國家 他們去接觸醫療服務 方不方便 發現high income國家還蠻非常難的 他每年看能者的機率 住院的機率都比low income國家 他assessability比較好 可是這個high income國家 跟low income國家 對於assessability的interpretation 不太一樣 就是為什麼有一些high income國家 他說他不去看病 他是覺得看不好 所以說沒有用 因為醫療體系的設計 不是解決他的問題 他覺得沒有用 所以他比較不是看不起病這個問題 他是覺得看不好 沒有用 去看也沒有用 當然很多醫抗國家 很大的部分 是根本沒有錢去看 所以倒過來講的話 你就會發現說 這些國家 反正在high income國家 絕大多數的人 很少說因為沒有錢看病 只有美國 昨天聯合報有報導 說美國的NPL費用創新高 每人每年一萬三千塊美金 我剛剛算了一下 台灣 台灣六千六百一 除以兩天差別 我們說台灣一人 一人每年是三千塊台幣不大 美國大概要三十幾萬台幣 所以真的是十分之一 十分之一不大 我們大概是美國的十分之一 原地於十分之一 所以 什麼事情都說要選美國人 就是先看一下這個數字 再回來校正 醫院評鑑其實是很快的 所以這個 這個 美國的這個 這麼高的醫療研究員 反而照實來說 美國人沒辦法看 但是反過來說 另外一個異題 雖然這些high income國家 有各種不同的服務 醫療也變形 可是 有一些國家的人 卻有報導說 這些人 譬如一些老人 他說 我雖然有去 Client for Service 可是我覺得我的Service 做得不好 沒有Coordination 所以確實在某一些 他一旁國家 他遇到的問題是Coordination Service不夠Integrated 那服務的內容 因為很複雜 這是一個英國的調查 他用費用去算了 不過我們就看他的比例來看 我們發現說 不同年齡層 Client for Service不一樣 有Jain Service 有Acute Care 有Community Care 有Home Care 各種服務就量很多 比例也變了 所以年紀越大的人 所看你的Service 就越多種 越多種就越需要整合跟協調 所以他說 如果我們Base on 那個Healthy Aging的這個概念 去建構我們的照顧體系的話 就要Follow這個流程 第一個 我們的核心 我們的核心目標是什麼 我們整個體系設計的目標是什麼 我們的目標是要去 Optimize你的Inchemic Capacity 就是希望你這一輩子 你自己內生的這個健康的力量 就不用用到醫療 你自己很健康 就永遠不需要用到醫療 我要想盡辦法去Promo 你自己的健康 所以你的核心是這個 Promo它的健康 然後再往外延伸說 因為我要Promo 你的Echemic Capacity 所以我要創造各種不同的Service 跟Environment 希望讓你去繼續活動 這裡面有一個很大的不同 我們在台灣 很習慣把老人交得比較被動 對於慢性病 就是反正你就交給醫生 你覺得他自己不耐 可是在這個架構之下 是在鼓勵你 是在Empower老年人 跟照顧體系之間是一個Partnership 人要參與的 老人要參與 老人要有自己的自主權 去強調自己要什麼 所以你要創造一個環境 去Facility Facility 他得到這個方向 所以你的目標是這個 你要說你要創造這些服務 然後你Overload 你就在創造一個什麼體系 這個體系就是名字用得很好 它是一個Alder Person-Centered Integrated Care 以老人為中心的整合性照顧體系 然後最後是要你整個System 所有的各個資源 都要來align這樣的架構 這個其實對於以開發國家來講 是很重要的 因為以開發國家 各個Service都已經存在那裡了 可是大家都做得片片段 開始做自己的 所以你把大家都拉回來 Under這個架構 再重新重整一次 把大家的Service 做一些Reorganization 你就可以達到這個目標 那對於Low Income的Country 根本就還沒有Service 它的問題是要去建立Service 可是對於我們這樣的國家 是要去做Service的 這個Orientation 跟Coordination 所以就是要做一個 以長者委中心的整合照顧 這有什麼不同 我們傳統的照顧方式 是以疾病或以健康狀況的目標 可是新的模式 應該要以長者 他的Inchronicity Capacity為目標 所以以前都在做疾病跟治療 現在要去Maintain Inchronicity Capacity 以前去把老人定義為一個被動的服務接受者 現在要老人變成主動的Partnership 跟Health System做一個Partner 然後以前的服務都很偏斷 只做自己的事情 現在要把它合起來 然後以前呢 Healthcare跟Nontent Care 基本上是分開的 現在要把它合起來 然後以前認為Aging 就是一個疾病的過程 這個真的很重要 大家有時候X光照一照 就是骨刺生病 你的股刺就是智慧毛 你的年紀大都會長 好像很多病人 講到最後 說你總有一天白頭髮身來看病 你把Aging定義為Desease 所以你學求Mandical Model來解決 這就造成你會看不完我們這個 一個很重要的因素 而我們醫療體系其實也沒有做 所以醫療體系 照用體系自己 要能夠把Aging 視為一個Normal的Process 要把Aging跟Desease 切得很清楚 不要把所有的病人的一些退化的敘述 就把它轉為疾病跟這個症狀 這兩次有差別 所以一樣 你會發現說 會有時候可能會有好幾個不同的架構 可是都是Under Intrinsic Compensity 的那個概念在講 所以我們在這個之下 就可以做出不同的事情 那這個反正我就不細講 因為大家可以回去自己再看 所以我們在Person Center的 這個Integrated Care 就有幾件事情要做 我覺得第一句話最好 就是反正大家給我自己看 這是Open Access 但第一句話最好 我們要做一個很好的Case Management 所謂的Case Manager要做什麼 One Go One Assessment One Care Plan 這個很困難 可是這個最重要 因為老人問題太多了 可以這樣做就可以拿走 然後後面他去支援他的Self Management 跟AutoNam 然後Service Delivery 就是要創造一個 Age Friendly的Infrastructure 我們做Delivery的過程 環境跟人 我們都要去了解長者的一個特色 去提供一個Age Friendly Service 然後要確保他們的Access 他們的新的醫藥的服務 他能夠得到 還有這件事情很重要 這健保局今天沒有人來 就是 你的Financing 你要背上這個Healthy Aging的Principal 否則你做你的Financing 是Desease Management 可是你實際上在談的是Healthy Aging 所以Financing 要Follow這個Structure去做 Long-Term Care System 其實他在裡面講的沒有那麼特別 我想你台灣的發展 其實大家都理解他的過程 人位中心 而且要兼顧Caregiver Service Provider 大家都是共同的Partner 這個大家都理解 他其實寫的這件事 完全沒有什麼特別的部分 但實際上大家 他免不了要強調 因為免不了 因為Long-Term Care 如果沒有好的Managing 他會變成沒有辦法 Fall一個服務 會一直擴大下去 除了要去提供好的服務之外 也要想辦法去Manage 所以要創造一個 Affordable 而且Accessible Long-Term Care Service 然後要強調 Recipient 我們很少強調這個 這個很重要 被照顧的人 他沒有什麼 我們確保 這個英國一直在講 HUK在講的Dignity in Care 要維持長者的尊嚴 然後要去 Enhance 那些人心 要Person-Centered 這個其實我想大家都想過 所以是最後的 Next Step 做什麼 還是這個圖 對不對 然後他重複到這個圖 重複了四、五遍 上面都不變 也就是說我們去思考他的Goal 就要從Functional Ability 從Intrinsic Capacity 去講 然後不同的階段做不同的事情 然後他會衍生出不同的Policy的Priority 所以這個其實是整份報告 我覺得最關鍵的 用Intrinsic Capacity 用Life course 去切入老化的議題 然後去強調我們的Service 應該要去因應人的需求跟變化去做改變 然後我們要去提供他最大 去Maximize他的Intrinsic Capacity 協助他去Maintain 所以最後一張 就是Take Home Message 就是五件事情 前面都沒有聽 沒關係 這是五件事情 這個OpenS 大家可以有去讀一百多頁 第一個 高一整個健康是以身體光榮的最重要的指標 第二個 我們對於老化的這個跟健康的議題 要用生命歷程的角度去看 然後第三個 要用積極的提升他的Capacity 來替代說 被動性的說 要預防這個病 預防那個病 而是要主動的強化去 強化他個人的健康狀態 然後我們要發展一個 以高齡者為中心的整合照會體系 就是以人為本 Provide的本身是什麼 Background 不太重要 以人為本去Reorganize 我們所有的Service 然後他一直在強調 我們要提升長腿內在的健康的力量 它能夠提升上來 其實對大家什麼Care System的 burden 就都自然減少 所以這是整個報告當中 跟大家所做的分享 謝謝大家 謝謝